欢迎来到种价的种植园 我之前看评论有朋友跟我讲说 不要每次都不讲话 这个BGM 因为我这边就是拍摄的时候 收音会有一点问题 因为这边就是一直很吵杂 然后就是那个声音就是要另外配一下 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很懒 我就不想去重新录音 但是一直偷来也不行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养的这个洛生花 这个盆应该是1加仑或者是1.5加仑 虽然这个盆不大 但是它长得应该算还可以 现在已经开始开花了 我已经忘记就是几月份播的了 可能是二三月份吧 反正应该是养了半年的时间 我搬家之前有一株就是特别大的 应该有这个三四倍那么大 但是那颗已经没有了 它这个花我觉得真的好漂亮 就是那种一样不俗的感觉 这个对焦 今天对焦一点问题 上面这几多也快要开花了 没开花的时候我感觉就已经挺好看了 它这个应该是很风产的 因为我看的是几乎每一个叶子下面都有新的叶芽 然后可能有的是花芽 下面有的已经发育出来很大一个花芽 就是这个花芽就越看越可爱 我感觉就有点像那个小熊的那个爪子一样 它这个静感真的长得很粗 然后下面应该是分了五只 每一只上面都有就是都有那个花 我感觉就快要到丰收的时候了 但是就是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做它 有的朋友说可以做成果酱 我以前就是只觉得这个能泡茶 不知道还可以做成果酱 然后这一颗是有放在一个大盆里面 就是小盆到大盆不是大盆到小盆 那个大盆里面是有三株 一株是这个洛神 然后一株是那个番茄 还有一株是紫苏 然后今天全部都让我修剪掉了 就是现在只有洛神 这个现在也有很多花 然后因为它就是是在那个小盆子里面 就是巴掌盆里面就是长到了很大 然后我才把它放到这个大盆子里一起的 现在这个就是剪掉的番茄 然后那个旁边的小盆里原来是紫苏 它这个现在就是你看它的劲感很长 然后它是到一米多往上才开始分支 分支是很细弱 然后就和另一颗比就是差别很大 因为就是没有及时给它换盆 然后还让它和别人挤一挤 所以呢就是及时换盆是很重要的 我感觉我和里面说其实也没有说什么特别有意思吧 就和此方必见也差不多 那么好 那么好 让我赶紧